下面一个问题 现在灾难化解了 但是弟子昨天还顶撞了父母和兄长 虽然学了弟子规 听闻佛法 也学习同修每天礼拜父母 但是境界到来的时候呢 平日所学完全用不上 所以弟子感到 自己的灾难还没有真正化解 孝道还没有真正扎根 弟子从小不知孝顺 结婚后才知道弟子规 蔡老师和您的弟子规也学习过 但是就是不能在生活中落实 请问师父 如何真正能够让我们这些中年人 扎好三个根 真正能够孝亲尊师 能够顿伦进分 如何在灾难化解之后 真正能实现教育拯救危机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灾难就是因为 人心坏了 感召了 人心能够回头 灾难才能化解 如果人心不回头 如果人心不回头 即使这世界上有念佛人拼命念佛 回向 宗教师们拼命祈祷 这个念力有一定的效果 但是不可能真正根本上改变 它充其量减轻一些 延迟一些 要让灾难真正化解 是要全世界的人都回头 谁不肯回头 谁的灾难就没化解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连儒家上书上也讲 做善 降之百祥 做不善 降之百祥 吉祥 灾秧 都是自己 心善与不善感召的 所谓祸福无门 为人自饶 善恶之报 如影随形 这个因果 是永恒不变的真理 自然的定律 那我们观察 现在这个世界 众生 能不能真正回头 真正断恶修善 改邪归正 灾难才能根本化解 你说我们师父上人 这两年拼了命的 讲解 净土大经 号召 全球 静中通修 估计也有 千万以上 真正听大经节的 这股力量很大 这些人回头了 能够把灾难 减轻 至少这批人 没有灾难 那么其他人 没有回头 灾难还是不免 大概灾难 会改个形式什么的 是不得而知 如果说造了恶 他不受灾难的 那岂不是因果定律 给推翻了 没有这个道理 该走的人还得走 该留的人就会留 我们不用管 别人怎么样 先看看自己 为什么我们自己 感觉到灾难还没有化解呢 你说的对 没扎根 所以在现在这样的一个 着实 遇到静缘的诱惑 里头的烦恼 习气就会起先去 虽然是学了佛了 但是从小没扎这个梗 很难抵御 现在这个社会的 磨绕啊 磨很厉害啊 一有机会就把我们贪嗔吃慢 已经引发起来了 我们这一代 我也算是中年人 我们在下面一代 大概二十岁上下 都没有认真 所以在境界考验的时候 很难过得了关 例如 现在 财色名利 摆在你面前 你能不动心吗 你说我可以不动心 你没有经过考验 比如说财 可能十万二十万 你就可以不动心 十个亿呢 你会不动心 你说不动心 那是你嘴上说呀 你还没有经过考验呢 还有色 每色当前 来诱惑你 你能保持你的正念不失吗 还有明 这个世间的名誉 我说我可以不要了 佛法里也有很多名誉啊 希望别人赞叹 希望别人认可 人家给你脸色不好了 你心里就很烦恼了 希望人家尊重 这都是明没放下呀 所以啊 财色名利啊 我们说老实话 真过不了关 我自己 很清楚自己 面对这些考验 真的就会堕落 现在呢 还没有这些大考验 小考 没说过关 那未必你是有真功夫 大考 可能就会把你考得一败涂地了 精神也没啥根 你不是不想学好 不是不想修道 求往生 想都是真的想 但是呢 烦恼吸气啊 断 不了啊 所以怎么办呢 一定要远离 不要 去接触 这个 这个 或许 这一生能保平安 你看 你看现在 我现在也是 出家 一年多 就遇到明文立养的考验 很多人听了 你的课程 觉得很受益 于是就很赞叹 有供养的 有顶礼的 你会不会呀 在这里头生傲慢呢 会不会产生执着 会不会觉得自己还不错 开始有点得意了 我自己想想 再这样下去 恐怕自己都不保 师父上人也不断告诫我 他的告诫呢 也很委婉 没有很直说 我不行 他跟我讲 说你讲经 讲的不好 那个还好一些 人家笑话你 无所谓 讲经讲都好了 听众多了 信众供养多了 嫉妒障碍就会来了 到时候你就走投无路 所以劝我们的年轻人 不要过早出名 不要过早漏头 师父以前在李炳南老居士会下 李老师规定 四十岁以前不能出去讲经 在自己家里关起门来讲就可以 在摄影棚里就没问题 没有听众 人家也不会赞叹 你也听不到那个赞叹 但是你要出去讲 接触信众了 不容易了 这是四十岁以前 那我今年四十 开始在圆明寺讲 这是我的剃度恩师 唱怀老法师 他亲我去 老人家很爱惜人才 所以听说我跟师父上人学经教 学了二十年 那我就上台讲了 讲了半年 听众就越来越多 好像挺兴旺了 每次呢 都有两三百人 讲粤语无量手机 讲了半年下来 师父就今天又跟我告诫 要小心啊 再讲下去 可能香港里都待不住了 他说我当年在台湾 就是因为奖金 在台湾没办法待了 只好离开 到美国 到海外 我听了师父这样的告诫啊 也做了一番 深思 一个是自己烦恼吸气啊 没断 师父这两天讲经 我觉得对我讲的 什么人能有资格讲经啊 要开悟的人 要正果的人 我没开悟 没正果 薄地翻腐 凡夫啊 烦恼一品都没断 断了建货八十八品 才算是正出国 小小胜啊 才叫离开 凡夫之流了 我们这个一品都没断 十足的凡夫 名闻力 现前了 肯定是会导向 第二个 讲经讲得好 现在是刚出茅庐 人家还没绝场 再往下呢 确实就开始了 心里就会放不下了 所以这个是自己有内忧 外面有怪患 我想想 那还是 应该收 古人讲啊 激流要永退 建好就收 这叫十十五 所以我决定了 这个 今年正好到年底了 这灾难 看起来 二十一号平安度过 是大家的功劳 师父上人 慈悲 互施 互施西哉 静忠同学 努力 还有这世间有一些觉悟的人 他们共同的努力祈祷 断恶修 念佛 真的可以把这个灾难化解一些 那我们现在赶紧修行 趁着还没有大灾难 先成就自己 所以呢 我就感觉到自己要认真地修了 现在才四十岁 清修十年 才五十岁 五十岁再出来讲经红法不完 现在是太糟了 人家也不服你 为什么 你没去修过呀 师父今天也举地前法师 当年讲经 也是讲得很好 这都肯定是 生生世世都是讲经的大法师 法员很殊胜 但是有人批评他 讲是讲得好 没修过 没入过禅堂 没修过定 人家就不服 所以第一前法师 把经教放下 到禅堂 作禅 做了几年 出来 大家才服 所以师父今天讲无量寿经 就讲到 做住视线 顺势千故 世间人他就是要看这个 你不做这个视线 人家身世不服 释迦摩尼佛还得修行 苦行六年 才让当时的这些 出家的修行人 福气 更何况我这个 玻璃凡腐 真的没有修行 这个课一定要补 而且就是你这里讲的 扎梗 没扎好 过去是 跟着师父上人学 都没有认认真真的 做过顿功夫 去扎这个梗 都是啊 像佛品一样 底下根不老 所以遇到境界考验 就是过不了关 所以我自己呢 感觉到确实要决定 好好回头 从头开始扎根 以前都不算 从新开始 师父讲经 今天就讲 把弟子规 太上感应片 十三叶道经 读三千遍 读到熟透了 当然你三千遍 肯定能背 终身能受用 然后在生活中落实 干上十年 你这个根 才算比较牢固 将来讲经红法 你可以 真正啊 有大成就 那师父今天讲 也是鼓励我们的 这可以做大事啊 做一代宗事啊 那现在不可能啊 没根嘛 就像你 一棵树 根前 长不高啊 梗越深 那个数据越高大 像阴光大师 三十年 影响后世啊 长远啊 难道我们现在 十年的时间 都不肯拿出来吗 你是不是真干 搞假的 不行啊 这个社会 放眼望去 满目都是 灵力汉 很少见到的老实人 什么是灵力汉呢 好虚头 不肯务实 不肯做顿功夫 总想求速 求快 短时间见效果 速成 那叫灵力汉 灵力汉呢 是与道相背离 不可能成道 老实人呢 甘心情愿 做顿功夫 现在让你把地子规 感应片 时善夜道 背三千遍 这叫顿功夫 你肯不肯拿出时间来 咔嚓咔嚓的 一步一步的背 计数 一天 念三遍 就得十年 一年三千六百遍 三百六十遍 十年三千六百遍 就只得十年 无量寿经 你肯不肯 念个三千遍 也是那十年 一天念一遍 就是十年 刚才说 一天念三遍 三年 我知道有同修 无量寿经 都念了一万遍以上 这个功夫 下的神 心就定了 背书 不是为了记忆而已 记忆是其次的 说你记得牢 背得多就记得牢 这是其次 最重要的是修定 把信定了下来 你能成圣人 能成佛菩萨 能开悟 能正果 不定 开不了智慧 我记得 有一个故事 讲一个 一个人 年轻人 上山修道 想成仙 成仙最重要 修这个新地 要老实 要真诚 所以紫阳真人 给他献身 跟他讲 你 真想学到吗 都真的 我的真心 日月可见 紫阳道人说 那好 我这里有一个 铁杵 你就拿这个铁杵 把后山那个大石头 钻通 钻通的时候 我会再来 教你成仙 于是他就答应了 二话不说 拿这个铁杵到后山 看那石头好大 他也不问 有没有可能 钻通 他就一天天 往上钻 一天 一天 一年 一年 钻了四十七年 终于把这石头 钻通 从这头 钻到那头 紫阳千人 就出来了 好 你这是真 就叫他 成仙 立刻就成仙 无量寿经上讲 人有 智信求道 何愿不得 难就难 在这个智信 智信 就智诚心 真诚到基础 真诚 就是肯做顿功夫 给你把铁杵 让你转石头 你就转吧 你不怀疑 不猜测 不预期 不将盈 一个念头 老实做下去 这叫真诚 如果问 这么大的时候 转到何年何月 才能转通 你这一问 行了 紫阳道人 就不会教你了 你这心不真 真心你问 这么多干嘛 问就是不老实 叫你做就做下去 肯定你会成就 你这中间夹杂的怀疑 一怀疑肯定有间断 你就做不下去了 那把三个根 念三千遍 这个是比钻石头 又容易多了 十年肯定能完成 不用十年 可能五年三年 就可以完成 你肯不肯干 肯干你才是真的 这叫做顿功夫 做老实 我自己 上个礼拜 闭门念佛 念了六天 最大的觉悟 没见到佛 别人问我 你见佛没有 你佛念佛 先前当来必定见佛 我说佛 倒是没见 但是见到自己 满身过时 深深地思考这一生 为什么求学也好 修道也好 做人也好 都没有成就 没有一样 说拿得出来 可以作为后世之人 榜样 拿不出来 这是因为什么呢 平生啊 这四十年来啊 从来没有用真实心做过事情 不肯下顿功夫 不管做什么 你肯不肯做顿功夫 你比如说做饭 做饭得下顿功夫 你切姜丝 就这么简单的事 把它切得好 你也得下功夫切啊 切上几年 才能把那个丝切得又漂亮又好 制学 以前我这是 搞学术 学术也不算精良 虽然同行里头 这个成绩好像还不错 相比起来 但是啊 问题就是现在 举世之人都没有人去做顿功夫了 你呢 比人家凌厉一点 好像就有点优胜 这个不行啊 这个不是智学的态度 不踏实 做什么事都求快 积共尽力 浩大喜功 做人 做事都是 好的都喜欢人家知道 不好的尽量掩藏 没有那个真实 的心地 所以 世间 没有算是成就 修出世道呢 这更不可能成就了 学经教 没有圆解 念佛 没有三昧 原因都是一个 不肯 做顿功夫 不老实 就是我们想闭关念佛 这是用什么心呢 快速的成就 快速去见佛 快速往生 都是这个心 有这种求的心 实际上就是不老实 能不能见佛呢 不能 见佛是念到心清静了 把这有求的心都念掉了 就见佛了 所以我这闭关六天 没有见到佛呀 为什么 想见佛嘛 想早点走啊 不想流浪 这种急切的心也不行 也是修到了障碍 所以念佛 所以念佛就得用平稳的 平常的心 去念 平常的心 就是道心 就是精静 刚说要精静 已经不精静了 你就不老实了 念佛也不能 急功近利呀 想快见佛 想早往生 都叫急功近利 果然你有具坚定的信心 坚定的怨心 这句佛号就老实绵密的念下去就行 肯定见佛嘛 大师之菩萨讲的 一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告诉你的这么 肯定 你还着什么急 着急就是你不信 信心不足 还有怀疑 有怀疑 心就不真诚 不怀疑了 我这么念下去 就肯定见佛的 肯定往生的 至于说什么时候往生 什么时候见佛 都不需要管 问这个干嘛 就像那个 想成仙的人 他也不去问 我这石头什么时候钻空啊 你问这个干嘛 你想做就做 不想做就算了 告诉你 你肯定有钻空的一天 肯定有成就的一天 就像法杖比丘 发了愿了 要成就极乐世界 他的老师 世间自在亡如来 怎么说的 譬如大海 一人斗粮 经历结束 尚可兄弟 人有志心求道 何愿不得 你看 这就是鼓励他 做顿功夫 法杖比丘没有去问 我何时能成就这个愿 我何时能够 创造出极乐世界 这个何时这个愿能圆满 没有问 就是一个念头 我要成就 这叫真诚 稍微夹杂一个妄想在里头 我什么时候能成就 不老实 这叫自欺 这叫偷心 偶遗大师阿弥陀经要记里讲 要死尽偷心 你念佛才有真正成就 死尽偷心 就是肯做顿功夫 但问耕耘 不问收获 老实做下去 谨用功 宽为贤 宽为贤 到什么时候才成就 不用管 肯定有成就的一天 你还怀疑吗 你怀疑就是不老实 你这样念佛念下去 你肯定往生 你还怀疑吗 你怀疑就是你不信 这是狐疑 无浪寿经说 不得狐疑 这句话 意思很深啊 狐疑就是自欺 所以 我觉得这六天佛 也没白念 总算念明白了 要从今以后 做个老实 要做顿功夫 所以师父老人家 也会关机 看到我明白这点了 给我开出题目了 三个根回家 念三千遍 三经 净土三经 都要背 都要背 祝节也要背 他说过去 香港 海人老和尚 被誉为是愣言王 专攻愣言经 他只有六个土地 就是六个弟子 关门弟子 这六个弟子 都要求 把愣言经 背得烂首 把偶艺大师的愣言文句 也背得烂首 就是注节 这经就很长 愣言经 从头到尾 念下来 都得四个小时 比无量寿言经 长好几倍 注节就更长 就得背 如果不背 那你就不要来做弟子 不肯做顿功夫 想做个凌厉汉 偷鸡取巧 别来这 修道没门 所以 如果真想修道 真想成就 用这个精神 铁杵都要磨成修化针 这你就成就了 所以我在 这个念佛当中 最后两天 觉悟了 我写了一封信 给师父老人家 表明自己的一个心得 里头有一首记子 什么记子呢 给大家念一念 静念相继 即成佛 采取思量 以蹉跎 若问云和度众生 是作花针 将储摩 这心得很粗浅 但是确实是 这六天 念佛熬出来的 这念佛头三天 念得很 这个心没定下来 不是妄想 就是浑沉 熬下去 我是关起门来 一个人念 念了第四天 开始 心就比较定下来 这佛号念得比较 清楚 能够连成一串 一串 虽没成片 先要成串 比如说一百句 你能不夹杂妄想 这叫乘船 慢慢讲 功夫好了 不错了 自己生欢喜心 这个开始向念佛三位 进军了 什么时候见佛了 这念都起来了 一起来 立刻 功夫就大倒退 马上又起昏沉了 又妄想多起来了 这是什么呢 不老实 这叫自欺 这叫偷心 念佛 里头还夹着想见佛 想成片 想得三昧 这叫偷心 未断 没门 那么我在念佛当中 也读夏连居老居士的敬语 这是他老人家 当年自己在家里 闭关念佛的敬语 真正修学的 真实的体会 看了非常受用 才知道原来自己为什么念佛不成就 这六天 没念成功 阿弥陀 阿弥陀经上说 若一日 若二日之 若七日 一心不乱 没有一心 没有不乱 还是乱了 原因在哪 就是不老实 但是呢 心这么能静下来了 真有好处 就像 若凡先生 过去 在云谷大师禅堂 静坐了三天三夜 爱的心 这个能够定下来 就能做深刻的反思 想到啊 这一生自己 有什么过错 我自己知道 最大的过错 就是不老实 就是啊 自习 不肯做顿功夫 念佛 其实 它是 成福的捷径 秘诀就在于什么呢 老实念 这句佛号绵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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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 叫 静念相继 就是成福 这个法门 因果同时 极究竟 极直节 念佛时就是成佛时 就是见佛时 所以文书般若经才讲 念一佛名号功德 与十方诸佛功德无二 为什么念一佛 等于跟诸佛功德一样 就说明你念这一句佛的时候 你就成佛了 你才能跟诸佛功德一样 不念的时候就不成佛 念的时候就成佛 所以静念相继即是成佛 你本来可以成佛 就那么简单 成佛不是那么复杂的事情 也不是玄妙的事情 极平常 大道就是极平常的 平常到我们都没有想到 原来就这么平常 就是你没有妄想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静念相继 这不就是佛吗 一有妄想 一有思量 那就变成凡夫了 所以静念相继 即成佛 采取思量 以蹉跎 蹉跎就是 又完了 错失了 成佛机会了 才一个念头起 就是 错失机会了 像我这念佛 念着念着 哎呀 现在念的又快三昧了 哎呀 快见佛了 才起思量 以蹉跎 静念相继 没有了 可能本来都成佛了 现在一起思量 又取妄想 分别执着了 就做凡夫了 自己搞的吗 就是不肯老实念 老实念 就是没有妄想 嗯 这里头没有什么悬 没有什么妙 就是跪在老实 你心里还有江莹的念头 我什么时候会见佛 这叫江莹 还没到 你就想 这叫江莹 预期 这就是妄想 这叫自习 这叫偷心 完了 错失机会了 原因在哪 仔细思量 就是从小到大 没肯做过顿功夫 没肯做过老实人 所以到念佛 他也不老实 也不肯做顿功夫 总会起这些妄想 总想找个捷径 快速的成就 越早捷径 是越绕得远 不知道 做顿功夫 才是真捷径 你老实才是 最快速的 这一点我终于能明白了 今后怎么做 放下妄想 放下种种的 计划 种种的思量 老老实实 做顿功夫 师父叫我背三千遍 我就背三千遍 叫我背经 背注解 我就去背经背注解 平常就老练佛 所以我准备就 今年最后一次 刚好下个礼拜六 圆明寺 讲经我就圆满了 不再讲了 我去跟 唱功老和尚 也去报告一下 回家 老实用功 先成就自己 成就自己了 有人请我讲了 我还要考虑考虑 阴眼到了没有 没到了 也不能出来 诸佛菩萨 既是成就了 度众生 他还是 实现 做老实 所以我这 记者后面两句说 成佛了怎么办呢 若问云和 度众生 成佛不叫度众生吗 怎么度 事做花针将杵磨 把铁杵磨成绣花针 要做这样的实现 就是做顿功夫 尤其是在现代 人都不肯做顿功夫 你就要反其道而行之 人家的希望 早出头 我们也要 反其道而行之 应光大师 就是这么做的 这就是最好的实现 所以我现在 这个决定 以后少讲 我本来说 在协会 摄影棚都不讲了 师父让我说 摄影棚你还可以讲 一个礼拜 讲两次 讲什么呢 讲扎根的经典 太上感应片 我准备 刚好 前段时间 学了 应光大师的 天下太平之根本 印足反复强调 太上感应片重要 我准备先 学这个 跟大家一起学 太上感应片 毁变 准备过了年 就开始 就是元旦之后 咱们就开始 有志于跟我一起 做顿功夫的 那么我们一起 来学 那些 利根人 能够速成的 不必来 我们这是顿根 拉拉实实 用长时间来 扎根的 我们算是志同道合 一类人 咱们就是 做下根人 做顿根人 认认真正的去扎 把这个根扎好 我自己很惭愧 师父老人家 过去一直让我扎根 我还没真正听懂 什么叫扎根 以为自己就扎好根了 师父当时 为了鼓励我们扎根呢 拿一年时间 把三个根扎好 一年 我想想还扎不好 那拿五年吧 总算能扎好吧 现在看 发现还不行啊 从头来过 再来十年 从弟子归 赶音片 十三夜来开始 每天落实在生活 改过自信 然后我们听师父老人家 净土大净 才能够啊 是真正听懂 听出味道 这还是一样 专修专红 无量受精 这是无量受精的根 没有这个根 学无量受精 不可能成就 那学无量受精 也得扎根 就是背经 背上三千遍 把这部经 听上一百遍 这也是扎根呢 所谓扎根 就是修定 有定才会有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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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